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 蜜蜂工厂夏季 本片揭开蜜蜂族群不为人知的辛劳 他们不懂得求偿 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裔 人类社会若不能及早做改变 友善对待环境和蜜蜂 最后危害的还是自己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台大昆虫系杨恩臣教授来到现场 杨老师您好 佩玲好 各位观众 蜜蜂大家好 我想看到今天的影片 就是有一个部分不太了解 所以想请教老师一下 那就是这个蜜蜂他们自己 在自然的状况 他可能会把这个潮一分为二 那老蜂 老王可能会把一些老蜂 然后带着一些风走 然后等于就好像分家一样 可是在商业行为时候 是说会把这个蜂潮会一分为四 那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呢 好 从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 人类为了这个商业行为 他要蜂蜜 他就把蜂蜜拿出来 所以我们等于如果讲难听也就搜刮他的蜂蜜 因为他们很辛苦的才能采到这些蜂蜜 那我们要花粉 我们就把花粉拿掉了 那他这些风他还是要保留 这些风他要保留 所以他又把这个风倒到这个箱子里面去 然后不管是哪一草的到最后 反正是供蜂全部倒在一起 然后封起来又可以拿去 让他再重新再建草 然后让他去做授粉工作 或者是采花分采花蜜 所以整个这个商业行为 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非常清楚 感觉有点粗暴 对 非常非常的粗暴 就是我们为了商业的利益 然后再做这一个这个部分 是 而且那种感觉就好像说 我如果要有一个蜜蜂工厂 那我生产线需要有哪些配置 就是要女王蜂 我要有工蜂或什么 他就把它拿一拿 然后拼凑成一个工厂 就把它分出去了 所以根本等于是跟那个蜜蜂 他们一整个是一个家族 这样形成的概念 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 非常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们本来他们有自己 他们我们说蜜蜂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观众 是 你这样乱并蜂 如果本来这一草 有稍微有一些潜伏性的感染 那在这个影片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蜜蜂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我们说的 under stress的这个状况之下 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 对 那它被 本来它在里面活得好好的 它现在被移到别的地方 突然被搬家了 对 然后它的食物也被拿走了 所以他们是事实上 这些蜜蜂都是under stress under stress的情况之下 很多潜伏性的感染就出现了 其实就像人一样 对 一样 如果环境突然改变 或者是怎么工作压力变大 这个你的免疫系统抗体 都会降低的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考量说 我们说蜜蜂会大量消失 是不是因为这些病出现 是不是直接的这个原因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也可能它遭受在环境上面 有一些逆境 stress我们就犯成逆境 有一些逆境的压力 导致于它潜伏性的感染出来 或者是它在逆境的时候 它的免疫系统不好 或者是它的解毒系统不好 它对于非常少量的 这个环境污染上面的标准 它都没办法承受 它没办法承受 它就出乱子了 这个都是我们 从这个影片上面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 还蛮强的这个impression 对 那尤其在影片里头看到 当这个蜂巢受到感染的时候 它们会用像是硫磺 去熏这个蜂巢 那到后来可能会把整个蜂巢 去做一些 做把它消灭掉 那像碰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一种很极端的 一个处理的方式吧 好 在台湾我们现在也没有 用硫磺去熏 如果说像 我举个例子 如果说像每周幼虫病的话 我们就会放抗生素 那影片里面也有一幕也是 看到他们把抗生素 加在这个糖水里面 就倒在那个蜂巢上面 那个糖水盒 然后喂他们吃 那因为抗生素可以把 这一个细菌性的病害 给治疗好 所以 所以有些治疗的方式 所以蜂蜂他们喜欢 这种治疗的方式 但是抗生素多的话 残留在蜂蜜里面 就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是 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是 买蜂蜜来 我们吃的是蜂蜜 但不希望里面有残留抗生素 如果残留抗生素的话 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好 所以各个国家 其实对于蜂蜜的这个 检验标准里面 抗生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检验项目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就算是 平常生病的时候 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抗生素的这个摄取量 也都是相当小心的 那像是蜜蜂 它我们把它加在这个糖水里面 我们又没有办法跟蜜蜂讲说 你这要造三餐 是要怎么样吃 那它可能就直接就是 给它多少 它就是直接就 就吃到它身体里面了 那这样子的这个抗生素 其实也会借由蜜蜂 它的活动 可能对于我们环境造成影响 那就目前有这样相关的 这个研究 说这个抗生素 就是用在蜜蜂上的抗生素 对于环境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 蜜蜂是它摄取的抗生素以后 这抗生素 它最大的残留就是在这个蜜里面 是 对 所以其他的 比如说它喂了这个幼虫 或其他的 本来没有吃到的 那它因为去采了这个 里面它储存的这个食物 所以它的抗生素 也会传到其他的这个蜜蜂生上去 那会不会到其他的这个环境上面 应该是不会 因为它只是在这个草里面的 所以其实还是人类害到自己的 对 如果说到最后就是 就是会导致于 我们如果去采它的蜂蜜 它那蜂蜜来吃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吃到这样 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个 蜂蜜上面的抗生素的残留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把关 才是会对我们人的身体 健康才有保障 对 那另外一个在影片中 有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在 有一个期间 就是大量的扑杀麻雀 那扑杀麻雀的结果 就造成这个昆虫瘟疫大流行 那昆虫瘟疫一大流行 就只好大一量的这个 喷洒杀虫剂 到最后就是蜜蜂遭殃 是 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 来谈谈当时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们从影片里面看到 这个那一幕 他们后来用人工去花粉 去用人工授粉 这个动作 我们从这个影片 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教训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这一个农产品里面 失去了这些授粉昆虫 我们会非常非常地辛苦 我们会非常辛苦 尤其是那个是果树 所以他们还爬到那个 爬很高 用一个梯子上面去 那这样的授粉 事实上效果好不好 老实说人工的授粉 绝对没有这些授粉昆虫 授粉的好 因为我们用这个什么羽毛 去沾这个花粉 去直接在那边做授粉动作 其实对花的这个结构 事实上是有破坏的 所以动作还是太大了 还是太大了 虽然他用羽毛去沾这个花粉 那这样 第一个是废工 那你想想看 要花那么多的人工去 然后又要爬上爬下 要准备花粉 那蜜蜂不用 蜜蜂它一飞出来 它采花蜜的时候 它就每一朵花上面都这样 沾着沾着 那它身上的花粉就会上去 起来的果形 国内也有研究 那国外也有研究 如果一样是人工去这样做授粉出来的果形 跟这一个正常的这个授粉昆虫 它们去授粉出来的 这果形就不一样 这样子啊 它们授粉会比较漂亮 是 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草莓 草莓是聚合果 所以它授粉如果不完全 它那草莓长得不好看 我们不是有看到买草莓的时候 有的草莓又长得这样 有的会长得丑丑的 丑丑的 然后我看起来就是四方形 不是真的很漂亮的那样的形状 那就是 那可能就人工授粉的 或者说它授粉不完全 是 那就是出来的这个果式就不会那么好 是 所以其实这个蜜蜂它们的工作 是对于整个环境 或者是对于我们整个农业系统 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是我们在享用蜂蜜的时候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 这个一茶匙的蜂蜜 蜜蜂可能要工作四五周才有办法 那在影片里头 有给我一个数据说 如果是要两磅的蜂蜜 可能这个蜜蜂要飞行三周的 这个地球的这么长的这个距离 那偏偏我们在使用蜂蜜 其实人类使用蜂蜜的量 其实蛮大的 那这是不是造成这个蜜蜂 它过老死的很重要的原因呢 好 所以我们在看蜜蜂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平常我们会发现 蜜蜂其实它飞出去 在我们一个高度污染的地方 事实上对它是非常不友善 那蜜蜂它必须要飞很远 或是说出去采集很多次 才能得到它们所需要的食物 那我们又从它食物 把人家拿来 对 对 然后我们喂给它糖水 然后我们给它不好的食物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很辛苦地去 然后吃得又不好 对 又吃得又不好 那我们把它采回来的蜜就摇掉了 那我们要花粉 我就把花粉拿下来 那所以蜜蜂它是要修养生息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对它做掠夺的话 我想在营养的成分上面 我们毕竟我们给它这个糖水 这个营养成分是不好 不够的 是绝对不够的 比如说你把它的花粉拿掉 它的蛋白质来源就从花粉拿出 蛋白质就不好 而且糖水只有甜分而已 那个蜜蜂的养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如果我举个解说一下 就是说蜜蜂如果是在变成外勤蜂 以后它只需要这些蜜蜂 它只需要这些糖类 但是它在外勤蜂之前 包括内勤蜂 包括它幼虫 它都需要蛋白质 因为它外勤蜂的时候 它需要大量能量 它那个蜜蜂的东西 就可以让它转换成它的能量 可以去飞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运动 可是它需要蛋白质 那这个蛋白质我们把它掠夺掉了 它的 那你只是补充它一些 或者说我们给它一些 等于像人工饰料吧 就是糖水或什么 你补不够它所需要的时候 它的身体一定变弱 蛋白质不好的话 以我们人来讲 蛋白质不够的话 我们免疫系统也一定完蛋的 所以它是不是因为 这些营养问题而导致于 现在全球的蜜蜂 似乎都在消失 然后数量一直在减少 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也有一些专家 专门在探讨这一部分 就是说它弱化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 长期我们寻养 长期寻养的结果 因为 吃得不好 对 因为这一代是这个样子 然后变弱了 然后下一代又是 我们又掠夺那样的食物 然后又慢慢慢慢 所以是不是在它的 营养成分上面 导致于 现在目前有一个大爆发的状况 那这个大爆发的状况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 只是表面 它可能是对于药剂 可能是对于病的抵抗力 出现问题 可是它事实上已经弱化了 是 我们再去观察 这个全世界这蜜蜂的状况 我会感觉说 好像美国的蜜蜂消失的问题 是特别严重 那可能跟他们 这个大规模的单一耕种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为了要补足 国内蜜蜂不足的这个情况 它会从国外进口蜜蜂 那在影片中就有提到 这个澳洲是很大的 蜜蜂的出口国 那它也是很重要的 蜜蜂的基因库 那就这个部分